另外涉嫌四年前已不存在的种植南疆计划 申报索取64000令吉的马六甲农民组织机构经济事务官 今天上庭被控两项罪名 当事人否认有罪 根据第一控状42岁的被告莫哈莫扎伊里 在2020年担任柔佛区域农业组织总经理时 成交种植南疆计划的工程和工具等等文件 申报44550令吉 抵触了反贪会法令18条文 虚假索赔罪名 至于第二控状 被告在2021年3月5号 向卫生承包商索取2万令吉 作为让承包商获得南疆计划的酬劳 触犯了刑事法典165条文 公务员不得接受贵重物品或礼物罪名 不过当事人否认了这两项罪名 法庭允许他以2万令吉外加一名担保人保外候审 案件则定下个月19号过堂 有纳容额 可垂 19号公司 之前在做办法庭允许他以为 还好 我5万令吉 rare加一千万 我6万快者 那边 你5万万你 你5万大家 感谢观看